我覺得他把他情感裡面最柔軟、最細緻的部分 其實把他藏在這裡面 首先我們一開始首選Tchaikovsky的《選手承奏》 純粹就是非常仰慕這麼偉大的作品 然後希望能夠親身的在台上演出這樣子的作品 有在聽那個愛樂電台的我找到 這曾經是他們很有名的台部 我就覺得天啊 這段那裡怎麼那麼的好聽 其實他是根據俄羅斯的一個民謠的旋律 去把他改變合成的 當初在首演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在一場獻給 二哥的大文豪、托爾斯泰的音樂會上面 那當初演出的時候 托爾斯泰就覺得 哦,這種曲子 樂章真的好聽到不行 給我們帶來很多的那種感動 我覺得他的曲子有分兩段 第一個主題其實就像他的小林寫奏曲第二月以上一樣 就是一個很美的 而且是有一種民族風的這種旋律 就會覺得你好像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芭蕾舞者 但是他的第二個主題 我覺得就是性感跟嬌美 他整體就是很美的感覺 他的音樂裡面有一個是逃避 他的逃避呢 是創造出很多的不同的很漂亮的melody 或者是一個幻想的世界 像他的一個所有的芭蕾舞曲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沉浸在他那種情緒裡面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他很會寫這種隱藏的東西 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的時候 你會一直感受到他那之間的 struggle 在Kofi都是一大型作品 文明他的交響曲 然後鋼琴協奏曲 小演奏曲 那都是很大面子的 那我覺得這首曲子呢 其實是他比較私隱 我覺得他把他情感裡面最兇的 最細緻的部分 其實把他藏在這裡面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 最震撼的一面 是我的以前一個俄國的朋友 拿了一個很老很老的錄音 那是老Borodin四重奏 演出這首一個現場錄音 這個四重奏當初是 用很偉大的鋼琴家李希特來指導他們的 我唱在今天放的時候 我想說 這是什麼聲音啊 為什麼聽起來像Organ的聲音 他們竟然把四個弦樂的聲音 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後呢 每一個中間和聲的轉換器 才卻在在腳踏裡面聽完弓琴一樣 我對這首曲子一直以來 就想要挑戰 去做到這樣子同樣的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帶 這樣子的聲響給現場的聽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